由佔中行動發起的公投結束 投票人次有78萬7千 遠高於發起者事前估計 如何理解及處理今次投票活動所釋出的民意 並且將它融入政府將來提出的政改方案之中 在不違反基本法的原則下 令制度的設計可以充分體現公民集體選擇意志的民主成分 模擬在推進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關鍵 亦是社會公眾的期望 大公報社評 毫無疑問即使剔除各種水分之後 幾十萬都不是一個細數字 當眾反映的各種民意值得研究和重視 但是參與人數再多 意見再應該重視 都不可以改變投票不具法律基礎 全無法律效率的實質 相報社評 近來本港飽受兩大事項困擾 一是立法會內外的激烈衝突 二是佔中系列造勢活動 例如政改假公投 令危險佔中進入倒數 其實兩件事的組織者和骨幹參與者 幾乎是同一批人 兩件事的本質都是以違法和暴力的手段 衝擊法治基石 破壞香港穩定繁榮 禍言下一代 機器方面 預測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一間部分時間 有幾個位置上 替操成 雲 有幾個位置上